我发现很多事 平常你要自己没有经验的话 你不会注意 我最近我发现的是 因为我自己家的亲人在医院的关系 我开始对一些平常经常见的一些新闻 好像变得心酸 这个人真是自私的 你知道吗 你感同身受 这种新闻老是讲天天见 我跟你讲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献血法 你们得学习学习 献血的极限是什么 个人献血小板 献血小板的间隙不得低于一个月 要低于一个月你就犯法了 你就可能这人体的极限 不能低于一个月 因为是直系亲属 无偿献血的张继虎 可以在出院之后 到刑台市血站 报销一部分输血的费用 反正就是这么倒腾 等于本质上就拿自己的血倒腾 然后最后就能够给儿子提供血 这是一个新闻 还有一个新闻 好像是在福建那边 有一个老太太 她的老伴 这有80岁 她都是老人病 一身都是病 这老太太靠什么维持她老公的老人病 后来发现老太太常年捡破烂 她的老伴吃的这些个药 救心丹 心脏这些药 是她老伴在垃圾堆里 捡别人扔的剩下的药 捡时间长了 她老伴都有经验了 拿来一看 就是日期 生产日期 有没有过期 适应症 就捡别人的这个药 靠这个 来给她老伴救心 你说就是 所以为什么我就说 我现在看这种事 就特别有感受 这个病啊 花钱如流水 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就发现 现在这个生病啊 这个 全世界都是一个问题 不过中国现在好像问题特别大 你一旦生了病 一般的人不知道怎么办 我发现 很多人为了生 为了 就是仅仅为了生病这个理由 就觉得我自己该是个人物 我得 我得出名 我得成功 我得 就是说 就是我不能做个普通人 你知道 就是好比说 就是说一般的 这个内地的医院 你到这个重症监护室 每天给你一个账单 你就看吧 这个 这个什么 比如说小抢救多少钱 中抢救多少钱 大抢救多少钱 输个这个业多少钱 什么吸个痰多少钱 然后呢 就是 比如说抢救的头几天 可能就贵 一天几千块钱 一天几千块钱 那家伙你说 这要是普通这个老百姓 哎 你说我这个就算是我的这个工资 这个收入应该算是全国最有钱的 一亿个人里边的一个 一个 对吧 哎 你都觉得这个花钱如流水啊 那我就我就在想啊 当然咱也闹不清保险 这个是怎么弄的哈 是不是可以报 很大一部分 但是我感觉很多人 是完全不行的 这个广美你就没体会了 你这个太钱 钱太多了哈 都是金钱如粪土了 是吗 嗯 我觉得最好的方式还是不要生病 所以你 废话 对 但是就是说每个人都是在祷告自己不要生病 但是你能做些什么事情让自己不要生病 我现在恐惧生病恐惧到 我前一段时间我大概连续两周 没有真正的进食 因为那段时间传出太多的这个各种的食品安全的问题 这个那个 就是你想一想你身边你每天要接触到多少多少多少可能 因为那些东西 这些事引起了他绝食啊 我的天啊 就是不是 就是害怕 就是我不晓得这叫不叫厌食症 就是说你对于食物的那种恐惧的感觉 你就是夹起一筷子的菜 你就是心里在想着 靠 这个 燃神的 不是 你就有各种的联想 你一吃下去 你就觉得特别难受 我觉得这可能心理作用也有占得很大 产生心理洁癖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件太恐怖的事情 所以那段时间我基本上靠维他命 靠很多那种什么补充补充的东西 就吃吃一段时间之后又在想 维他命是真的吗 没错 就是害怕这些东西 因为我相信害怕 生病是每个人都害怕的 你就算你有再多的钱 你有再多的再好的医疗设备 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跟健康交换的 富人境界 富人境界一般就是这两种 以前就是我父亲是医生 你父亲就是医生 我父亲是医生 几十年都是医生 以前做过医院院长 他就说比较有钱的人的普遍的通病是两种 一种就是对什么东西就觉得 食物什么东西都害怕 就觉得会 就不知道外面传染什么病啊 什么就高度的敏感 第二个呢 查病 就一定得查出病来 我从来不查病 你没有到那个境界 我从来不查病 但是真有这样的人 就是他到处要查病 你查不出来他觉得你水平查 查不出来水平查 一定要查到一个地方说 你这个是一个什么病了 他觉得这个医生这个水平高 那这是一种 这是他认为是这个是富人的 一般的人呢 就是你刚才讲的那种 就是一旦有了病以后 就是感到钱的问题了 但是呢 一般人会这么一个情况 就是说我别的地方可能省 一到病的钱我就不算了 我就不管怎么样 我就撑上去了 当然撑到后来也有出现那些情况 是我有我的同学跟我说 妈妈住在医院里 几个小孩一起顶每天几千块 他说他就是一句很简单 这个道德什么都不管 我们吃不消了 你知道就是我能想象到 我就在你边在医院走廊 我能听见旁边大概是一个儿媳妇 一个什么跟谁手机打电话 说哎呀这个家里病倒一个 就是说我昨天晚上都觉得 不知道怎么活下去了 你就可以想象到 比如他这一个孩子 对吧 这家伙可能有一个老人又又病倒了 这个怎么周转 你知道我哥哥半夜里 在这个医院守着 跟我讲一个事 他就等于亲眼见着这事 就是 反正后半夜 后半夜轰轰轰轰轰 这个医院就来了 二三十号人 结果这帮人到最后 被这个值班医生 骂了一顿 怎么回事呢 就是他现在听一个人 就是走了打手机 说不行了不行了 心跳三十了 心跳三十了 你们来你们来 你们赶快都来 拿着衣服来 就拿着兽衣 拿兽衣来 过了一会儿 医生醒过来 值班医生过来了 说你们要干嘛 就他们就要把管子 你知道吗 值班医生说 那怎么能行 说他心跳都三十了 这人眼看就不行了 这医生说 心跳三十就是不行了吗 他不定是哪堵了 你这都是我们签字 我们签字 那医生就说 你签字 你签字我就能杀人吗 他他他他他他这人还能好好的 就聊着这会儿说 你看你看你看 现在心跳上来了吗 就是哎 这心跳六十七十就恢复了 你你知道吗 这个你那当然他只是这么看 你可以有多种猜测 对吧 也可能是家属 不愿意让他再受这个罪了 对 但是也有可能是这种缠绵病 他很长时间 这个这个人每天多少钱 多少钱多少钱 他实际上就也是等着 就干脆就是找一机会 这医生还不干呢 就是咱国家也没有这种 也不能这样 对不对 其实这也不单是中国 也不定是穷人 前两年这个我讲 这个美国的夏之清教授 病重的时候 那个那个王德威 哈佛的教授 他学生就跟我们说 他说哎呀 他要再这样病下去 他家里这个全部经济都要垮掉了 他太太将来就 我这个我讲起来 我都全亲眼见的 就是就是农民啊 身体不舒服 他们就叫病的 不叫病的叫坏了 坏了就坐在那里 就不做事情了 过一阵就死掉了 有的坐一阵就好了 基本上是三重境界 大部分人现在是第二种 所以你看你说 你刚才讲到那个农民的那个 我还真是有一个体会 因为有一段时间 我跟我另外一个女朋友 在自助两个大学生上学的问题 然后有一次我就说 咱们去他们家里面看看 就拜访他的父母亲这样 所以我的女朋友 自助那大学生 我自助他们家里面的 因为我觉得家里面的穷困 是最根本的问题 后来我去拜访那老太太呢 那老太太就是用很浓的香音 就开始跟我讲 她身体有很多的问题 然后我就问她说 我说你都有看医生吗 她说没有没有 不用看医生 然后我就问了她简单的一些 我问你都是什么症状呢 基本上她告诉我所有的症状 就是女性的更年期的问题 她其实年纪蛮大了 将近快应该六十岁左右 但是她还在受那种什么 潮红啊 心心剂啊 然后晚上睡不着觉 其实我不晓得 她是不是还有什么 其他比较严重的问题 因为她们是劳动的人 所以其实感觉上 身体还挺硬朗的 但是像这种问题 她很简单 她只要吃一些避孕药 就是增加自己身体的荷尔蒙 就可以的 但是她可能连这样子 最基本的尝试都没有 然后我就一直跟她讲 我说我说阿姨 你可能吃一点那个避孕药 就会舒服一点 你就能够睡觉了 但是阿姨可能觉得 这这这 吃避孕药是吗 这就什么意思 很大一群人 就说来 可能有些人会觉得不可思议 很大一部分的中国人 是不吃药的 我那个时候生肝炎 急性肝炎 我一个人 结果那个生产队长 就叫我 你看我没办法 他就叫我到他家里吃饭 我告诉他的常识 我说我这个病会残染的 他们就笑 全家人都笑 就觉得你在 你在讲什么天方夜谭 然后我就在住了几天 然后我后来就 验出来很高的这个东西 然后我就离开了 隔了几个月以后我回去 我问他们说有没有人不舒服 他们又笑 他们觉得 你摸摸我的头 小屎开玩笑 他们觉得 完全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上 所以啊 这个虽然我们领导经常教育 我这个不要向别人宣传拜金主义 但是我自己还是跟自己说 这钱挣多少才算够 你知道吗 我就是觉得 哎呦 我觉得以后得好好挣钱 你知道吗 就是挣钱这事绝不秀秀达达 只要合法 对吧 这个拍广告不丢人 对吧 什么多便宜也可以 呃 现在只留时间挣钱 以后就得留时间生病 所以你要考虑的是这个问题 而不是挣钱的问题 然后刚才徐老师 您刚才讲了一点 您觉得我那个所谓的 害怕生病是一个富人心态 那我还 我还真是要反驳您一下 就是 我从十几岁的时候 就有这样子的意识 所以我做 我极尽能力的做所有的事情 我看很多很多养生的 我十几岁就看养生的书 我就是害怕自己生病 所以 我觉得就是保持自己一个好的状态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不要生病 并不是害怕花钱 我还没有考虑到 因为我那个时候根本不知道 原来看病要花这么多钱的事情 一直到我父亲生病 我才知道原来 就是抽口痰 都得跟你抽个废基水 都要收钱的 我只是觉得最重要 中国人有一句话 好死不如赖活着 不对 但我的理论是 要赖活我宁可好死 我不知道你知道上个月 你知道上个月 有一位英国的老妇人 自己写志愿书 把她送到瑞士 安乐死 她没有任何的 她没有什么很严重的疾病 她只是觉得 我要死得很有尊严 我不想让我自己的身体 去影响到我身边的人 或者是我的子女 去拖累人家 我那时候就觉得 我就在想 如果有一天 我万一哪一天 他去问 他去问 通晨无极大风吹气 如果我自己到了那种 真的是自己 完全没有办法 招料自己的情况之下 那我真的选择 很有尊严地 离开这个世界 而不是在那边 他这个还是 另一个层次的 另一个层次的问题 另一个层次的问题 你知道大部分人 一辈子 他也甚至是 未必是治死的病 你知道吗 这能治好 但是就是个医疗服务 你知道 尤其是中国人说 家里人真得了病 那就是砸锅卖铁 能治好为什么不治 对吧 甚至是说 要让他最好的医疗条件 凭什么人家就 有钱人就能住单家 就能住单人病房 就能请特户 你父母亲一生病 医生出来就会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 ABCD这些药 那肯定要用的 EFG这些进口的 你们要不要用 你们现在有两个选择 一用尽可能必须用的药 B用尽可能好的药 你几兄弟脸一看 你会提哪一条吗 对不对 你说你能下手提第一条吗 你肯定提第二条 对不对 那余下来 这个就 所以为什么 一个食品一个医药 这个作假老百姓最恨 因为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他那个时候说 100块的药跟1000块的药 你不知道他有什么差别 他可能的差别 就是100跟101的差别 但是你敢用100块的药吗 你还是用 这是一份心 所以我跟你讲 人就是刚才我划了三个阶级 就是中间这个最纠结 索性到前面了 那就是健康问题了 其他问题不管了 索性到下面了 他也就是健康问题了 他也不看了 他就顺一顺他去了 那老人不能害小孩 农民没有说书 原来我害死家里人的了 所以他不会呢 就是中间 我一直在想 什么样我们的钱是够了 我有一个理性的标准 什么叫我们赚钱 是一个合理的收入 我的理性的标准是两条 第一 多过你必须 就是说多过你必须要的钱 比方说你一个月必须要1000块 那你有1500块 这个叫够 第二 不少于你的同行 我觉得人是这样 你总是比方说 你不会跟我比 但你可能跟马燕丽比 你可能跟王菲比 对不对 你可能跟鲁玉比 但你不会跟一个钢铁工人比 总之一个人就是两个标准 一个是多过你必须 一个是不少于你的同行 因此对于钱的交着 你比方在发达社会 比方欧洲在美国 他们比较不那么焦虑 是因为他们对于每一个行 自己做这个事情 他将来能赚多少钱 他们心中早就知道 我做律师将来赚多少钱 我做医生赚多少钱 我教个文科教授多少钱 他们大概都知道 但我现在发现 一碰到两种情况 这个刚才讲的 那个两个标准就不管用了 一种就是生病 没够的 我觉得 一种就是生病 第二种呢 我想说的就是房价 就中国特别的情况 没错 就是那个一讲到房子 一般你打工的人 你说你挣的有几百万了 有好房子了 你母亲父亲一生病 你就发现你刚才的感受 就是就是你是你知道吗 我现在感觉就是说没够的 所以为什么现在这政府 为一直这个这个这个物价呀 也有这个老百姓是最实在的 你知道吗 就是说你根本你像徐老师能够算出一个 好像大体多少 我觉得现在的这个生活开支啊 你没法算 你只能拼了命的 没够的去挣 只有钱多 没有钱钱少的 不是 没有钱钱多 我教的是搞美是吗 少没有钱钱多 我被钱总换了头了 你知道吗 我真的就是 我真的想疯了 我觉得就是说 我过去还是有些人格的 就是但是后来我就 我就慢慢在这个生活的压力啊 使得我渐渐就放弃了 我现在觉得价格就是我的人格 哎 经典了 经典了 是吧 我觉得价格就是我的人格 好家伙 甚至我现在开始 他们说广告能赚钱吗 对吧 过去我还消消消消消消消的 不做不做不做 现在我对广告有感情了 你知道吗 我现在都是抒情啊 我现在我说广告啊 广告啊 你曾经离我很近很近的 但是我却把你推远了 现在你真的离我越来越远了 然后我还写诗呢 我说广告啊 广告啊 到处都是你啊 哪里都没我呀 价格就是人格 就是你看 就是这个 你没感受 你就不会有这个想法 你要一有了这个具体的生活感受啊 那个东西 你就觉得 就这两样 你知道吗 挣钱不是为了你自己 我到43岁 我才懂得这件事 我过去广媒老是说 虽然对 我跟你老公是没法比 但小人 人家赞颂 朋友赞颂 窦文涛这个人也是 视金钱如粪土的人呢 你知道吗 大家有多少钱 都不挣就不挣了 你知道吗 就是活得个快活 对不对 现在我终于发现 生活不是你一个人的 要我一个人 我记得像是这个 聊做节目都讲过 那是很实在 他说过去中国人讲什么人格 士大夫 什么牛 金钱 不能收买我 他但是 很简单的问题 你孩子半夜 兰尾炎了 你怎么办 他所以他就说 这个所谓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 也不能所谓觉得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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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的 一瓢石 一碗汤就 就可以 你看 我就发现 晚熟啊 很晚才明白 原来挣钱 不是为了自己 你那一大家子人呢 对不对 我一直觉得 钱就是电影票 人生呢 才是看电影 你没有电影票 你电影也看不成 但是你要老在外面倒腾电影票 你这人生也就没了 你就变一个电影票饭头了 现在发现 就两件事情 你就不光是电影票 就一个是生费 一个是王子 只有这两件事情 把我们的预算全搞完 本来你这人生都看得到了 你就算算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 我可以威武不屈了 富贵富费 我可以靠自己独立的 哪儿啊 还是得赢 还是得赢